1901年9月7号 由八国联军等国公使主持的外交团 与满清政府大臣李鸿章签署薪酬条约 满清政府赔偿各国军费 共4亿5000万两白银 还被迫以海关和盐税作为抵押 北京到大雇的所有沿海炮台 都被列强要求拆除 满清政府丧失了大量的主权 1980年9月7号 中国领导人华国锋 在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 辞去了他兼任国务院总理一职 权力高度集中的政局开始改变 随后赵紫阳接替总理职位 接着胡耀峰掌控了中共中央书记处 要求公共场所不再悬挂 华国锋的人像和题词 以利肃清个人崇拜 2010年中国渔船 敏进于5179号 在钓鱼台海域作业时 被日本石环海上保安部的 巡逻船与国纳号发现警告 但就在渔船逃逸途中 接言和与国纳号 以及赶来致运的另一艘巡逻舰艇 发生擦撞 接着遭到日方扣留 此一事件再度引爆 终日钓鱼台争议 哈喽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华世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 开启小铃铛哦